目前各陣營除了權力衝刺公投大選 也正悄悄布局二零二二年地方選戰 民眾黨十二月一號通過首波提名名單 揭曉新北市第十二選區 平地原住民市議員被提名人 將由警戒出身的阿美族宣布參選 他對國內的政策民生的議題或者是疫苗或者是公投 其實他是比較偏向全國的朋友 那所以我願意就是跟著民眾黨的夥伴一起來為原住民打拼 過去參選經驗豐富 曾經投入2016、2018及2020年立委和市議員選舉 現在正在攻讀博士班 期待有朝一日從政、扎根、原民教育 幫助族人向上流動 另外第十三選區山地原住民市議員被提名人 如今也正式亮相 我長期關注族人的經濟發展、文化的發展 還有教育的發展、還有居住正義 在黨跟我的想法路線上都相同的情況下 我們共同來做出這個比較艱難的決定 來自台中和平區大關部落的泰雅族 不用喜記林家豪首次參選披上民眾黨戰袍 如今來到新北市求學創業已經二十三年 不僅擁有電腦資訊高學歷 也曾經擔任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 和新北市泰雅族族群領袖 我們都看重他們的特質 還有他們所帶來的一個能量 所以予以提名 對於原住民這個領域都非常重視 因此只要有任何機會 我想地方黨部是完全不會放過的 民眾黨也透露 目前地方黨部正積極尋覓核式人才投入明年選戰 希望超越藍綠讓白色力量成為新北市都會及原鄉地區不一樣的改革力量 而本屆新北市平地原住民選區應選三席 山地原住民選區則是應選一席 是否還有各路好手投入選舉 仍有待觀察 原次新聞就是買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